今天的微博很热闹,大清早的提神醒脑,来一波又大又甜的光可好。 简单的来说,就是薛之谦的前女又又出来爆料,说薛之谦和李小鹿有一腿。 去年李宇童思薛之谦的场景还粒粒在目,由于她不光能会爆料,手上还有石锤,直接让薛之谦的苦情男人设全面崩塌,坐实了贾南的称号。 再加上另一位正主李小鹿之前婚内初会p go of the 事情也是人尽皆知。 所以,她这一次话语一出,瞬间集齐了广大吃光群众的目光,连带出了李小鹿的丈夫贾乃亮,薛之谦妻子高蕾欣,以及张力等一系列的人。 只能说是贵圈争乱,这其中的真真假假也不是我的吃光群众能看得清的。 在正主没有出来辟谣之前,更想聊聊李宇童的作为一个网红,是如何将自己的电商事业,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。 依从一个男墨女类的故事,将其一家淘宝店,从零开始,三年存立两千万,这真是一个男店商人听了会沉默,女店商人听了会流泪的故事。 去年的薛之谦事件中,按照李宇童微博的表述,他和薛之谦共有的网店都用JOLY2013年每个月赚到的钱可以拿出一百万亿笔或者二百万亿笔。 可见淘宝店UJOLY经营状况相当不错,有人预估说年销售额大约在三千万,而且这样的销售额,在当时的淘宝平台上,其实只算中等两级,但定价相对更高,比目前的网红店贵很多,算是挺。 成功的一个高端店,像张大义、许林,他们店铺都已经过矣。 二传统电商模式红利时代,亦过不难看出,这些流着网红标签的电商店,与这两年淘宝展现出来的滑坡形态形成鲜明板差。 二,随着流量红利消失,消费升级出现,传统电商通过把线下商品数字画发布到网上,就能吸引大家买买买的电商红利时代,已经一去不复返。 尽管,每年的双十一,总是在一片亮下眼球的数据中结束,但亏本转摇合的商家不在少数,表面上商家们获得了巨大的销售量,利润却极低,根本难以拟补成本还之。 但作为真正粉丝经济的网红电商电商行业,在传统模式,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,不断创新和更新迭代,电商网红逐渐火热。 这些电商网红店铺,可能并没有运营多久,但是在短短一段时期内,就能取得超高的流量和销售额。 电商网红,才是真正的粉丝经济,成为网红的过程,就是做电商的过程,两者相辅相成。 从第一天开始,就有人很强的购物分享的印记。 开店那刻,既是获利的过程,更是固化本丝的过程,而且他们这种本丝固化,远不是淘宝店铺里的收藏关注能够抵得上的。 而且只要品位对得上,供应链不掉链子,极其容易形成口碑传播,进一步扩大粉丝圈子,成为只快消费领域的知名网红。 图片来源于,阿里数据次网红变商败后的行业痛点关键词之一,品牌有一句话叫,红人如流星,品牌如山,作为一个网红人物,要解决如何在有限的生命周期里面,将粉丝转移成品牌粉丝。 这种转移过程是增值过程,不是像打广告和卖货一样的消耗网红价值的过程,有了品牌就有了根基,有了根基就容易打开流量入口。 关键词之二,流量对于很多淘宝店主或是传统企业而言,如何获得流量,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前两年有微商,但是微商基于微信的流量分发方式,虽然可以通过社交展开运作,但也引发了很大的困扰,很多人对微商存在很大的心理抗拒。 正是如此,营销需要在内容层面上展开思索,网红这是这样的内容。 我们所谓的网红不是那种穿着暴露的女主播,而是一个个具有人格和特色,而且在垂直领域有影响力的人。 关键词之三,需求现在与网红电商卦购最多的商品是美妆、服饰、家居用品等。 首先明确自身调性和受众群体,再选择契合度较高的商品进行推广。 图片来源,以太资本A粉注网红经济学关键词之四,供应业网络流量在一段时间内,对于网红是比较稳硬的, 但是基于网络快速传播的特点,一旦爆发起来增长成指数级,就很考验背后的供应链了。 遇到大的蝴蝶效应的时候,要么只能爆发后快速整合资源,要么只能眼睛睁看着风投过去。 关键词之五,成本控制电商网店看起来简单,只有开货了的人,才清楚其中有多少环节要细心处理。 整盘组货能力、产品品质、产品成本控制、生产周期、库存处理等,都要做到系统处理。 前期要做好货物供应链的精选,寻找邮志上有供应链或扩大工厂合作,减少成本,实现最优成本控制,实现店铺运作成本最低化。 总的来讲,李宇童小姐在这级波水迦南的操作中,不仅能够就是论事,行本顺畅,逻辑清晰的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,还能亮出当对方无法辩证的实锤,要自己吸本无数。 反观薛之谦先生这边,他的回忆就宛如依泽传播在电视剧中的肥皂广告一样空洞无趣,令人难以下见。 只有带上粉丝滤镜,方可看懂其中奥妙,并面对一堆半省月号说出,老薛是无辜的,永远相信薛之谦。 这般惊世亥语,虽然李宇童的淘宝店在今年六月份关闭了,疑似是薛之谦的粉丝恶诧评导致的。 但是从营销角度来说,李宇童小姐做的很成功,不光在自己垂了渣男,直接让他人事崩塌,出了一口恶气,还能在中间吸了一部粉丝,而且见识又上了热搜,回归大众的视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